煮料,翻熟一个,红豆两把,糯米粉,片糖一片,油,红豆煮成绵绒状,煮,红豆要提前一天晚上泡水,第二天再煮,这样红豆煮成辣会快一些,接着用勺子把它压成绵绒,翻熟小皮切块,放碟子上蒸15分钟左右,等翻熟软了就可以出锅,接着用勺子把翻熟压成绵绒状,在翻熟那里加入糯米粉。 要慢慢夹,夹到饰料,等糯米粉与翻熟充分混合,煮,最好面团要硬一些,否则包起来很容易烂掉肉馅,把弄好的翻熟粉捏一小块,像汤圆那大小,在中间放入做好的豆沙,搓圆,在锅中加一点点油,放下去压一压,起锅,煮,再煎并是要慢火,火一大就会焦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